這幾天天氣差不停下大雨 對不少人來說會帶來不方便 不過下雨天反而容易看到流雨質素 白石閣天賦海灣二期 手工和外場設計 原來都很容易造成雨水滲漏的情況 白石閣天賦海灣二期刑月 和一期一樣 有流線型的外場設計 加上全白色 望落時尚 美觀 不過建築測量師何聚業已經提過 為了配合設計 外場要選用可塑性較高的物料 而這些物料容易髒 近日連場大雨 更加發現弧形設計 好看不好用 漂亮就漂亮 不過原來雨水會沿著外場 接著弧形位流進窗邊 就凝聚了在這裏 大家看到有很多水點 是很大粒的水珠 這些水珠 其實如果有機會大風些 可以一路吹過來 當大風有大雨時 水會沿著旁邊 吹去窗框邊 如果窗框 我們叫防水處理 沒有那麼理想 經常會這樣濕著 有機會滲水進來 一來是屋苑的設計問題 二來屋苑大部份都是預製組件 手工不好的話 就更容易出現滲漏 這個外場都有流水情況 因為好像今天這麼大雨 水很多時候 就進入了外場入面 因為這個屋苑是積木的 有很多夾縫之類的位置 那些水就經這些位置流出來 屋苑已經入伙大約兩個月 不少單位業主 其實已經找發展商撿漏過 包括這個九座中層B室 不過我們仍然發現有問題 廚房裡面的掛牆式電話 在我們拍攝的時候 無端端掉下來 可能底部的掛鉤不實 於是就這樣加雙面膠紙黏著 令電話容易掉下來 洗手間的門鎖 鎖不到 浴缸水喉位擠膠抹膚 整張紙都摺進去 另外座廁是懸掛式的 不過裝得不夠實 我們按一下它 發覺長身的石頭是動的 即是說 裝過座廁上去 當時裡面的架 都可能不夠實 變成每坐一次 就動一下 那就一定要裝實一點才行 否則如果夠重一點 坐幾次 我怕會動得很厲害 天花的批檔做得不好 有明顯的裂縫 擔心容易有石屎剝落 需要更進 單位建築面積1458呎 實用面積1142呎 實用率七成八 全屋有三間房 其中這間望正對面的第十座 而且接近後面的套路港公路 有噪音問題 環保署要求不容許太吵的房 用來做睡房 發展商在樓梳也只是 叫這間做遊戲室 不過房間有70呎 相信大部分業主 都不會只是當遊戲房那麼浪費 發展商譯像正式地 在窗口加上保險制 以便有關政府部門可以接受 這間不會作為臥室用途 這樣的要求 是不是形同虛設呢 何居業說 業界都在想可以怎樣修訂 我們都想想 可不可以在窗戶的設計上 又容許到我們有通風 亦都可以將噪音稍微減低 然後就可以將一些 可能我們叫做窄界的位置的房間 可以正式用來做睡房 廚房亦都是向同一個方向 這裏有100呎 還大過單位最小的那間睡房 佔單位整體實用面積近一成 比例算高 連接著廚房的就是儲物房 相信很多人都會用來做工人房 外面除了是工作平台之外 就是冷氣機房 很多機器放在裡面 相信散熱上來儲物房都會挺熱的 屋苑仍然有一定的貨美量 據代理透露 由於仍然未準備好新樓書的內容 所以仍然未重推 下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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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好的 阿諸